那个老板娘发的消息就在这儿啊 三六五超市 快到了快到了 这个国家虽然说有的时候市政这方面确实没跟上 因为国家太穷了 但是有钱人那是真多 这一带包括我生活的区域都是有钱人居住的 当然了这可能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首都的一个状态 在首都别的城市咱也没去 至少说是给我的感觉还不错 有钱人太多了 你看奔驰看到没有 你在这大街上瞅 我在肯尼亚也好 在坦桑尼亚也好 包括卢旺达乌干达很多国家 埃塞什么的都没有见到这么多豪车的 没有你看 就真的就是奔驰宝马遍地走 真的 本田分田不如狗 好了我已经到了 这个也太猛了吧 我心想中的超市是就是个超市 没想到居然带这么大的院子 这个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有点意思啊 口罩戴好 先进去问一下老板在哪呢 没有口罩不准入内 不戴口罩我连门都不敢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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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老板在哪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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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网上不是联系的 说换个钱 就是买那个100万亿那个 我跟他沟通一下 等一下啊 好了 钱已经拿过来了 这个是100万亿的 这个是50万亿的 这是20万亿的 这是10万亿的 我的妈爷 可以可以 行 我给您转账 好吧 先把他装起来 这是100美元 来来来交给你 我拿了100 换了多少万亿 换了100多万亿 这个信分的话 我都花 你要双并一下吗 我刚才随便逛了一下超市 现在 先让我喝口水 这个钱啊 他们收上来搞到以后呢 就处于一个 装到信封力 好好保存的状态 尽量的就是不要破坏它 污染它 因为现在这个钱还蛮值钱的 就当时不值钱 谁想到这个过后 哎 反而值钱了 这个摸它之前呢 我先消个毒 让自己的手干净一点点 顺便呢 再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津巴布韦印钱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啊 这个过年是不是 亲民什么的 给老祖先上坟 是不是 像我们四川人都要买点这个纸钱 你买纸钱呢 都没有他这个面额大 知道吗 就是我们国家的天地银行 都不敢这样的花铃 首先啊 先给大家讲一下啊 现在的津巴布韦 就是当今现在的津巴布韦呢 发行的货币的最高面值是50啊 你不要觉得现在人家津巴布韦 还是多少个零 吃饭多少个亿的这种 就是现在啊 先说一下 这个钱呢 明显的就是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蛮新的 蛮干净的 后面就是那个 我昨天去的那个石头 看到没有 三个石头 就那个平衡石 现在最高是50 第二把呢 是过来是20 20 看到没有20 他这个也是那个石头平衡石 还有小面额呢 后面呢就是10块钱 来给你们拿个10块钱的 哎呀 这是10块钱 10块钱啊 后面呢也是洞 这是现在津巴布韦用的钱 而这个汇率呢 是这样子的 他的汇率波动也比较大 因为这个钱 其实也是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贬值 他挡不住贬值的 为什么呢 你们搜新闻 就说在这个 嗯 大概什么时候呢 就是19年的时候 津巴布韦呢 觉得哎呀 我们国家经过了这将近10年啊 的这个金融秩序混乱 就是老百姓不使用津巴布韦钱 都使用美元啊 或者欧元 或者其他货币 他们觉得他们近期相对来说缓一点了 哎 我们索性重新开始吧 嗯 印钱呗 好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发发行这个最高面额 5的 就是最高面额是5块钱的金元 当时发行的时候呢 说是我们这玩意儿跟这个美元 1比1挂钩 就是 就是5金元等于5美元 然后第二个面额呢 就是2美元 这样子的 2019年呢 到现在21年的3年时间 他已经贬值了10倍了 就是现在已经发行的 你印出来的就是50了 有可能等疫情结束 或者是再过个 再过上个两三年 三四年 大家过来有可能 就是500的了 就是500的了 有可能啊 好 现在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金八不韦 这个为什么能印出这个好几百万亿的这个钱啊 我小心翼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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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 14,就是一后面有14个零,一后边有14个零 100万亿 这张是 50万亿,50万亿 我都不想我的口水喷上它 怕污染了它 这是 20万亿 这个都是小票子 10万亿 这是10万亿 好了 有钱给大家展示完了,给大家讲,为什么 就是说 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去的位置非常不错 那么它靠近南非 曾经南非是这个 非洲 第一发达的经济体 而它也靠近南非,而且津巴布韦 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就是资源非常的丰富 要啥有啥 属于这就是 1000多万人口 这么好的资源 位置也不错 他前面叫罗德西亚 就是 一直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 就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 就是说直到这个1980年 他才正式的独立 就是 改名字叫 金巴布韦 独立以后呢 这个 就是西方啊 也需要一些在非洲的一些代理人 而且这个 金巴布韦本身这个资源比较丰富 开采 所以说呢 经济发展的迅速 飞速发展 我们到市区看到的那些 特别好的建筑 其实都是 他独立以后 独立以后呢 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西方大量的投资 过来的时候 给他 盖出来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 就是哈 哈拉雷的那个主城区 市中心的一块 高楼大厦还蛮不错的 感觉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发展的 金巴布韦呢 也曾经就是说 非洲第二有钱的国家 就是人家也是富裕过的 所以说你看 就算再怎么穷 郊区的这些有钱人 还依旧是有钱 依旧是过的是 像欧洲一样的生活 各大超市呀 装修的呀 或者是发规模呀都非常的好 是吧 而这个 就说从这个 就是06年左右 05 06开始啊 就说这个西方的经济 不怎么开始 出问题的时候呢 再加上这个 金巴布韦本身的这个 就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改革 那么西方的一些资金的撤走 是吧 让他们国家内部一些改革 把一些土地呢 交给人来去种 结果这些人又说是 就是劳动力 这个东西生产规模又不行 最后呢 导致的就是说这个国家 这个通 就是说这个物价飞涨 这个物价飞涨了 这个国家 这个银行 就在想个事 说这样子搞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当时 因为他们 才独立没多久 完全没有说是 有能力 就说这个政党 或者是这个群体 就是这个 这些黑人 黑人这群体 他们有能力来运作一个国家 因为运作一个国家真的好难的 那么 不是说是你张嘴就来的 他们就想到 要不我们就 印钱 只要我们印钱的速度够快 物价就追不上我 他们当时真的是天真的以为 是这样子的 就是 只要我印的够快 物价就追不上我 好了 就开始印 从这个 一个亿 两个亿 什么的 五个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万亿 十万亿 百万亿 就这样一直印 其实他 到最后 他也没办法了 就是说 已经是 属于金融体系 已经崩了 就是 印的那个钱 你们可以 看到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吗 不是说 随 大街上都有 捡到的钱 就是老板的钱 他们都撕掉以后不要 都当纸 印钱的 印的这个钱的购买力 还不如这个印钱的成本 就达到这个成功 最后到09年的时候彻底崩了 所以说 像他们说的这个钱 其实 流通出来的很少 很少 出来的很少 很少 所以说 这个钱 值钱 就是说 现在一张居然要卖到 100美元 这三张都不值钱 就这张值钱 这张就值100美元 懂得吧 我花100美元是主要买它 留作纪念 到时候 把他选办法弄回国 送给我老爹 留作纪念 这辈子 我估计我爹肯定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09年呢 他们就放弃了 就说 这款 这 这款货币 就是老板的这个货币 他们就放弃了 就放弃使用 就是津巴布韦的自己的钱了 就 使用什么美元呀 或者其他货币 所以说在津巴布韦呢 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19年 到现在他们也 在使用这个钱 但是老百姓的 尽量的还是使用的是 美元 或者是 就是 移动支付 他们也有 移动支付 或者是刷卡 像我们游客的话 你说搞上 搞上这个钱 留作纪念 或者花着玩 无所谓 其实他们本地人的话 还是用其他支付方式 所以说 在这个津巴布韦呢 你会看到 就很多这个就是 你看 这个脏的都不行了的 脏兮兮的 脏的已经不行了 这样子的美元 脏的都不行了 但是呢 还是在坚持的流通 小美元特别的少 因为他们国家老百姓不相信他们国家的钱 你想吗 这一摞子钱 你只要但凡取出来 你最近花不掉 可能过段时间就贬值了 就这么吓人 如果说这多钱 我拿回国 我说发给谁 发给谁 等到他下一次来 可能这个 20这一块就变成200了 其实就是200 对吧 他现在你拿20估计人家都不认 那么 就是等于一坨废纸 好了 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讲到这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这样子了 拜拜